坐下 聽不懂的 人家唱給我看看 聽不懂的 你都聽不懂懂嗎 有人好教授 這個課是由我林志森來上課 我是台灣民政府的秘書長 民政府是國家安全參謀聯席會議的執行長 今天很高興 因為我們在座都是差不多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有很多都在學校再去讀書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這部分 你聽聽聽聽說 跟你扣分裡面說寫的 一樣還是不一樣 我來問國語 幾個事情 你知道台灣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嗎 台灣有參加嗎 你認為說有參加的你拿去玩看看 台灣有參加的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沒有參加的舉手 沒有參加的 奇怪的 沒有參加 有參加沒有參加你看看 像這樣平平 台灣人你就搞不清楚了 你就不知道說到底有參加 也沒有參加 現在有很多台灣人很聰明 如果有人問這種問題 都知道不回答 其實你不回答也是不對 我跟各位說台灣有參加 他剛才 國務總理 國務院總理大臣 蔡奇緣有跟我們說啊 說他那當時 他後面跟他說 美國人來跟我們訪著 有啊 我怎麼就要去訪著 訪著就表示說有在作戰嘛 所以台灣有參加嘛 所以台灣也沒有參加 台灣也沒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 那當時跟我們訪著的 之後就美國以外 還有其他的國家跟我們訪著 有沒有 有人說日本有跟我們訪著 你押去什麼 日本 啊 中國有轟炸台灣的舉手 哎 啊美國有轟炸台灣的請舉手 對吧 那剛才已經跟你說過了 你肯定知道了嗎 好 他剛才 蔡奇緣跟我們說 美國轟炸台灣哦 啊這個轟炸台灣哦 啊美國賤贏 啊賤贏以後啊 這個土地照度你來說 應該是美國人來宣揚台灣才對 啊怎麼 我們現在是變成中華民國 為什麼是中華民國來佔領台灣 你們都不會覺得奇怪嗎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中華民國來宣揚台灣 好奇怪哦 你會去想哦 哦 這是戰爭法裡面 叫做代理啦 代理啦 就是說我賤贏 照度你來說 我要去跟你簽贏 啊我沒有去簽贏 啊我派別人去簽贏 啊這個紅派那個人是叫做什麼 代理人啊 代理人啊 假如說我們在顧律書一樣 我們在顧 有一個告書狀的時候哦 我們本人要去簽贏 不不用 這個時候 我們會派一個代理 就是律書來代理我們 啊所以 你律書來代理的時候 律書所做的工作啊 如果做得不對 那表示說你做不對 律書如果說 辯論的時候 如果辯了不對 就是你辯了不對 所以今天的問題發生在這裡 我們所有人的目標 10月25號是台灣光復節 有嗎 光復節的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說賤贏打贏了 才有光復嘛 啊如果打輸了 就放检贏了嘛 怎麼有光復 啊你剛才你說哦 我也跟你們說過了 台灣 讓美國風雜 所以台灣什麼 賤輸嘛 是不是賤輸 啊賤輸 共華民國跟我們教說 台灣光復 這樣才沒有光復 賤輸就沒有光復了嘛 啊所以共華民國 他說光復 這是表示什麼意思啊 啊原來他在說什麼意思 你敢聽到嗎 原來他是說哦 在清朝的時候啊 台清的皇帝 將台灣跟朋友 因為 跟他說建政建輸了 將台灣澎湖 割讓給日本 啊割讓給日本的意思就是 日本天皇啊 啊得到台灣跟澎湖啦 啊建輸 啊你如果外國人可以嗎 有人說哦 啊日本竊佔台灣啊 因為你武力比較強 你打敗中國打敗清朝 啊所以你給我打敗 啊我不得已 我想像那種台灣澎湖 給你 如果我們普通人跟人的 燒打可以這樣說 啊我給你打到咪咪咪咪咪嘛 啊現在有的人 你如果想打到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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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啊 用台灣澎湖掛給日本 那如果外國可以嗎 可以啊 啊嘛 清朝滅亡嘛 又一個就是滅亡嘛 啊所以 有人會說哦 用一般人所想的 去講這個 國際上的事 你建書 你當然要 東西要給人 啊你東西給人 那你說啊 一般人說你給我 你跟我說 我如果沒辦法的時候 我就要手錶拍給你 我來報警察 不好意思 在國際上沒有警察 沒有警察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用國際上的法律來改管 國際上的法律怎麼改管 就是掛土地給人 這掛土地有規定的 什麼土地可以掛給人 殖民地才能掛給人 那不是殖民地是神聖不可分割 神聖不可分割就是什麼 國土自己的國土就不能割給人家 國際上有勒在那裡 馬關掉的時候 青條雄台掛給日本 是掛什麼 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掛給日本 但是那時候有三個國家出來靠邀 他說等一下 萬國公法有規定 就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青條從遼東半島掛給日本 不可以 所以這個時候 日本政府沒有辦法的時候 從遼東半島再拖出來 去中國 他拖出來他敢不敢嗎 他說這樣不然你還給我三千萬兩 來做賠償 同時啊 他說 我要要你的土地 你要什麼土地 他都向台灣澎湖掛給你 這個土地掛給人 在國際法裡面 就訂了一個條約 這是1895年的4月17號簽了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5月8號生效 6月2號辦了交割 交割意思是說 我給你買東西 還是說我國土地給你 我要辦儀糕 那個青條 李經方就是李鴻章的後生 李鴻章的後生 李經方 和這個 日本派在台灣的 頭一任的總督啊 叫做華山之際 聽清楚啊 這個 李今天來你上課 你會得到很多的東西 這個總督 什麼也叫做總督啊 總督的意思就是說 在殖民地頂管的首領啊 叫做總督啦 你如果要做總督啊 你本來講 就要經過天皇 把你召見 收錢給你 說你去替我關台灣那個土地 這樣叫總督啊 那如果日本 他不是天皇制度 是一個民主國家的時候 他不是二元的制度的時候 就一定要那個 國家的總統 下令 這樣才會去 所以這個總督 這兩次 表示說在那個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 確確實實 是 中國的拓殖地 拓殖地也是一種 殖民地的一種 可以割讓 那如果台灣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的時候 就不能割讓 所以現在中國 經常在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錯 國際法上沒有這條 你當時可以割讓 就代表說 已經不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既然是殖民地 所以才有這個總督的出現 所以這點 一般的學者也好 學生也不一定了解 你會割得比較輕 現在日本在台灣這個土地一後 總共有派到十九任的總督 其實只有派十八任而已 為什麼 我們現主席的割分都購買 這個我命在要再一次 我才告訴大家 現在生這個問題 待在旁邊 再來說 頭前這個建政這個部門 因為美國在1845年8月6號到9號 丟了兩顆原子彈 在廣島跟長崎 所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無條件投降一後9月2號 真正正正的簽了一個投降招書 是在東京灣簽的 是1945年的9月2號 9月2號裡面 我這稍微有趣 這9月2號裡面 第四點 他有說一點 他說 琉球這個地方 日本的軍人 要向太平洋戰區的司令 投降 臺灣這塊土地 日本軍要向蔣介石投降 那當時 臺灣這塊土地上面的總督 是第十九任總督 叫做安藤立吉 這個安藤立吉 我最近研究結果 他沒有被日本天皇召見 他是直接由當時的首相 任命 很奇怪 如果天皇直接召見任命的話 他是總督 教導你來說 如果是首相來任命 他不是總督 他變成知識 知識 知識是知道的知 事是做事的事 知識 那時候臺灣已經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有更親 也是更一樣的 還要先說清楚 讓我們所有的同學都可以了解說 日本到底是怎麼處理臺灣這個土地 土地交給日本天皇 我請問你 如果我和蔡教授 蔡教授 我將東西交給他 將這塊背來交給蔡教授 這塊背的所有權 是不是蔡教授的 不管說 是買他也好 還是我拔掉拔水 甚至說 他給我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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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背就變成蔡教授的所有權 對不對 這絕對的嘛 現在蔡教授 他公司做得很大 他就像這塊背 交給他的總經理說 我這塊背你給他管理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現在管理者 就是蔡教授的總經理 我現在在說這個例子就是說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跟他的政府 政府的首相要去把天皇報告 然後這個天皇任命首相說要某某人你做首相 我將這個全日本交給你管理 這個時候他如果交給首相交給這個首相來管理的時候 跟台灣派這個十八的總督啊 意思是一樣 管理者 聽清楚哦 管理者 總督啊和知識是不一樣哦 我再說這個管理的系統 天皇交給總督來管台灣 天皇交給總督來管台灣 跟首相交給知識來管台灣 那麼台灣的地位在這裡就分開了 日本人在台灣的時候台灣是殖民地 日本人他有辦法將殖民地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嗎 答案是可以 要照國際法來 照哪一個法 叫萬國公法 這個萬國公法 你如果經常看電視你可能會知道 版本農馬那裡你不知道有看嗎 版本農馬 和明治維新啊 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因為版本農馬 堅持說日本的幕府啊要實施萬國公法 這樣可以跟西方的列強對抗 所以日本的天皇啊全面維新 全面的西化 你美國也好你英國也好你這個 德國也好還是你在丹麥那裡很強嘛 你這個國家既然有辦法變成這樣強 我日本的都在幕府就說 我就是一個法律裡面的辦法發展 因為實施萬國公法一切 照國際的法律來進行 這個時候 日本就要強調 因為台灣 有一天也一樣要走這條路 因為 因為台灣現主持在中華民國的控制制下 我們不可以 中華民國 你不是建議我台灣 因為台灣和中華民國從來沒有打過仗 台灣 你看看 那時候 封炸我們的人是什麼人 美國對不對 美國封炸 封炸台灣 這沒有錯吧 所以美國是台灣人的那個時候 不是現在 美國封炸台灣 所以在那個時候 美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沒有錯嘛 這很簡單 他幫你放著 幫你打 當然他是我們的敵人 啊 啊來 美國和中華民國 是不是叫做同盟國 是不是 是啊 這根本來沒有打過 同盟國啊 讓中國很自誇 說是同盟國的會員之一啊 好 啊你美國和中華民國是同盟國 美國是台灣的敵人 請問 台灣和中華民國的關係是什麼關係 敵人嘛 我們今天 很清楚啊 中華民國是台灣人的敵人嘛 我再說一次 這很簡單啊 美國是我們的 美國是我們台灣的敵人 他跟我們打嘛 美國跟中華民國是同盟國 這樣台灣跟中華民國是什麼關係 敵人嘛 請問 我們今天 他跟中華民國 說我是中華民國人 我拿 中華民國的護照 我用中華民國的鈔票 這樣有問題嗎 這樣有問題嗎 謝謝 你不覺得這樣有問題嗎 你會給我問說 欸 這樣你是什麼時候變成過中華民國的人 我告訴你 1945年8月15號日本導航 1945年9月2號簽投降書 1945年10月25號 在台灣這個土地的中山堂啊 簽了投降書 什麼人 就是我剛才說 日本的最後的一任的 他那不是叫總督啦 他那是第十方面軍的司令員 因為建政啊 是 軍方對軍方嘛 要簽條 那個 要簽那個 那個條約的時候呢 那個投降書啊 一定要軍人對軍人嘛 這國際上的規定嘛 但是 中華民國的教科主跟你說 是說 安藤立即總督 簽了投降書 No 安藤立即 當時簽那個投降書的時候 是用第十方面軍的司令官簽的 這差很多耶 不是總督耶 總督 那個知識是平民耶 平民啊 怎麼說軍方對平民 怎麼有那個事情 剛才收用的就簽好了 好 再來 他簽這個時候 在 中山頓後面刮的旗子是什麼旗子 你怎麼知道 四個國家的旗子呢 這有的人都可能會知道 他後面刮的是 中華民國一旗 啊 刮美國的一旗 還刮一旗這個 英國 還有一個蘇聯 啊 你會問說 奇怪怎麼刮到法國 對嗎 同盟國那時候 還有一個中美蘇 還有一個法國有 怎麼沒有法國 很簡單啊 因為法國那時候 那時候已經去到德國 打到變成流亡政府了 啊流亡政府 路外就回來了 啊 去簽名德國的時候 美國跟英國 掛一堆土地 啊你來簽 啊他沒有能力說 在我們台灣啊 那時候 和台灣的日本的軍隊來建建 所以那時候的安藤立志是向同盟國投降 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啊 那是向中華民國投降 那是不建設的 那是教育 封建啪啪啪啪到那個四川 剩一個一圈啊 就要投降了 啊 好可怕美國等那兩條關主 那他都要簽起來 好 10月25號簽署投降典禮一後了 中華民國同選佈 1946年1月12號 這就是日子喔 一定要他爺爺 1月12號 選佈什麼 他用他的行政院宣布 結餐 結是那個結日的結 參議會的結餐 第0397號文 自19 他不是我沒有說 他是說自民國啦 因為我不喜歡講民國 因為我不是說我就是中華民國的啦 所以我不講民國啦 他說1945年 但是他原本是自民國34年啦 1945年10月25日起 你聽清楚喔 所有的台灣人 集體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 世界法裡面 沒有那個國籍啊 是用集體規劃 如果這樣齁 我們台灣現在很多人 要騷擾美國 變成美國人有沒有 如果集體規劃為美國籍 要笑死人的威 這絕對不可能 所以他一個發表齁 美國跟英國抗議呢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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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呢 和平條約還沒簽呢 你怎麼知道說 我這個台灣喔 文軍要交給你中華民國 他說 你當時的那個 開羅宣言有說啊 說要交給我啊 他說等一下 開羅宣言 我說要交給你中華民國是沒錯 但是那一種的 建經的宣言 叫做Decoration 就是一種的主張啊 那就覺得什麼意思呢 只是說 太極緣和我去修炮 我說欸 我們兩個修炮 如果炮贏的齁 總統後他的 那有效嗎 你不知道總統後的主人說 他有同意 一樣啊 三個國家 開一個開羅宣言 說建經以後 日本如果打輸 我要將這個 這個要做 台灣交給你中華民國 那有效嗎 日本沒有參加呢 所有款的人是日本啊 他日本 他既然他沒有參加 你這樣套效 我說一個例 這是法律上的話 你有一個天去買彩券 聽清楚喔 彩券喔 你買了一張彩券 你拿來 我跟蔡吉元說 我已經買好了在這裡喔 欸蔡吉元 我這張彩券喔 如果丟到的時候 我分你一張 這是一種的情形 第二種的情形 我還沒去買彩券 但是我今天已經跟蔡吉元說 欸 我如果來買彩券喔 如果丟到的時候我一張給你 兩種情形 再說一次喔 我先買彩券來啊 你有看喔 在這裡喔 如果丟到我分你一張 還有一種是 我沒去買 我先跟你說 欸 我來買彩券 我買到彩券喔 我分你一張 主席啦 這兩種的情形 農總中啦 都投獎啦 10億啦 我請問 這個時候哪一種情形 我要背 我要分蔡吉元一半 啊對這種情形 我可以不要給他 你法律上哪一種情形 我再說一次喔 這有趣味嗎 這很趣味 對不對 這是法論的 我去彩券 我送他買 蔡吉元有看喔 欸 這張彩券 我如果丟到 我如果丟到 一半給你 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 我先跟他講 欸 我來買彩券啦 我買這張彩券 我如果丟到 看你 蔡吉元給你一半 這兩種情況 請問 哪一種情況 我必須要分給蔡吉元 哪一種情況 我可以不必分給蔡吉元 這是一種 他給我照 我給他照 最重要我會給他 你想看看 第一種的 他如果給我照 我一定要分給他 請你牙刀 第一種 好 啊 第二種 情況之下 我會分給蔡吉元嗎 有啊 對 你都答對了 你都一百分 你如果這一百分喔 這樣開羅宣言 你就知道意思了 有些說 三個國家開會說 我建議的時候 那個日本那個土地 要割給你中華民國 要割給你中華民國 秋西人 那個中華民國 那個土地 是日本的耶 那一百人的土地 什麼我們三個國家說 我說 我要給你 那不準算 但是中華民國的教育 跟我們所有的人說 啊我們聽 聽到齁有力耶 聽到齁有力耶 聽到齁有力啊 齁有力啊 好偉大喔 蔣中正把台灣拿回來 蔣中正不建設有很多耶 你知道嗎 中國他說八年抗戰有啊 你們也沒有懷疑過八年抗戰 我相信你們這些學生喔 很少幾乎沒有懷疑 我當時也沒有懷疑 我也很會認識 我也沒有懷疑過耶 我算喔 一萬才知道說 哦 我來給我們騙到咪咪咪咪嘛 我請問你 什麼時候 蔣介石選檢 宣戰 對日本宣戰 蔣介石選檢 他講啦 1941年12月9號 在這個 他自己講齁 他在那個 四川喔 對 日本宣戰 1941年12月9號 啊 那日本當時導航 1945年8月15號 你看看 你你你用手 打趁看看 這樣多久 三年一ами而已 那不見不笑 跟您說 跟您閃養 8年抗戰 但有8年抗戰 沒有嗎 那因為那 heavained 本人踏在中国的时候就开始算了 不好意思 建签团里面就要对方有宣布说开战 那才有尊胜呢 如果没有宣布说开战 那都不算那个建签 那都算进出啦 所以日本的教科师说我进出中国 对的呢 他说的没不对 没有正式的宣战 没尊胜呢 好 他宣战1941年12月9号宣战 那也厚销的呢 我哦 经没有多久 我去这个厚厚 你们去看看 在那个宝里 中央新村啦 有一个中华 台湾省的博物馆 里面有一张很漂亮的桌 他这中华民国 他这国民政府啦 宣战的发表文告 大家都有写的文件在那里 什么人对日宣战 你怎么知道 不是蒋介石呢 蒋介石那个时候做什么 做行政院长呢 很清楚 那个公文里面 行政院长讲中正啊 四当中的 宣布宣战的人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国民主席的 国民政府的主席 叫做林申啊 是林申宣战的啊 不是蒋介石宣战 我们都不知道 还有评论 我们叫评论 所以 这个人喔 这个蒋介石这个人 都会好准其他所有的公文 都放在他身上 他又跟我们宣布说 我宣战以后 马上废除不平等条约 我这孩子的时候 我也要对崇拜有加 很尊敬他的 他喔 这人是很偉大的 我把那个不平等条约取消 我现在讨论之后 我就会了 不平等条约如果可以取消的话 现在很主席啊 你的父母亲 万一感情不好都很高兴 你们老爸也都很高兴 结婚证书可以自己取消吗 可以吗 我请问 可不可以 女生一定反对 哪有说结婚以后 你跟他说明天宣布取消就取消 结婚证书不能够随便取消 跟和平条约 所有的条约都不能随便的取消 一样的道理 条约可以说你要画出销就出销 除非条约里面有说 这个条约 如果你对方先向我announce 宣告明年我把它取消 可以 那不说 不好意思 英英九九 都是有效的 所以 讲这一次有个人 说他取消不平等条约 因为其实不平等条约是绝对 没有办法取消 如果要全世界各国 以有前一个巴黎 条约没有说 党阵队 以无能为力 根据黑暗的欲望 唤醒世文圣衣的力量 变身吧 以造制报 绝不妥协 暑假必玩 国际大作 半更世界 7月13日 世魂开战 党意签订下列的条款 其中的第二条 要将台湾跟台湾的周边的群岛和澎湖全部割让给日本 这个问题发生在这里 皇帝对皇帝 现在日本皇帝拿到台湾跟澎湖一奥 表示什么 日本天皇 有了台湾的所有权 对不对 对 日本天皇有台湾的所有权 日本天皇有亲自来关台湾 没有 以中 台湾跟澎湖有什么人关 有政府关 日本政府管 所以日本政府得到什么 管辖权 这个问题跟台湾的地位有关 所以 就今天和平条约 就是因为日本建书 麦克阿瑟那时候有在讨论说 到底 二次世界大战 要不要追究日本天皇的责任 或者是说 不追究日本天皇的责任 而追究他的内阁的责任 也首相的责任 如果他们开架之后 决定什么 OK 日本天皇 没你的事 你的 你的政府政府首相 判军法 用战犯给它处理 调清楚 现在处理的是什么 是 日本这些 画家这些首相家 所以 就今天和平调的第二条 我说 日本 Renounce 放弃 O A L L All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这个Right就是权力 title就是名义 and claim claim就是主张 日本放弃全部的 应该说日本这样不对的 应该是日本政府 应该是日本政府 因为说日本 这代表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 权力 名义跟主张 各位 日本有放弃 日本的政府有放弃租款吗 台湾的所有权吗 没有 没有 所有权是什么人的手套 日本啊 他刚才说日本天皇啊 在日本天皇手上 只是日本的政府放弃他的管辖权而已 所以 这个是翁白 美国告诉我 最后他会打这个王牌出来 这个王牌打出来 中国就shut up 中国就跟你说啊 台湾是 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错啦 应该是台湾是 日本神圣 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你今天想这一句 有词 你只知道这一点 你就 比所有那些国政法的专家 国家专家 我研究很久的 一里一里 我说这 跟我们 横主席这些中国人 那些合约 关系都差 有够方 中国人的合约 他没说 今天 中华美国的司法 怎么不公平 因为他的文字游戏 你实在是算得很密密 我说一个礼给你听 你不知道 当然你也要告 你这年轻人 不会打过官司 但是我说给你做差不多 打官司的时候 有分成三种 不一样的称谓 一种叫做原告 一种叫做被告 一种叫做证人 有吗 是不是这样 我说一次 在法院的判决 这游戏里面 一个叫做原告 原告 原告 被告跟什么 证人 中华民国体制里面 原告跟被告 可以说谎 你为了保护自己 原告为了保护 或者想害别人 保护他们 所以他有资格说谎 所以你如果说谎 也没有罪 但是有一个事情 证人不能说谎 证人不可以说谎 对不对 所以 有一次 既年 中华民国的高等法院 高检署 因为我替阿边 去控告美国政府 叫我去 用什么 叛乱罪 唷 叛乱罪 叛乱罪 叛乱罪要吸引 叫我去 我一点点都不害怕 我一些朋友 一些 一些我们支持者 叫我去抓起来 烦恼到这样 不用烦恼 我从头到都笑咪咪啦 因为我去犯怡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什么 我请问 我今天的身份到底是 被告还是证人 土耳边的检察官跟我说 他说你是被告也是证人 我等一等 你中华民国的法律规定 我如果是被告 我可以说访 如果我是证人 我就不可以说访 所以你要讲清楚 我是哪一个 是我可以说访 还是我不可以说访 你就笑咪 说不出来了 所以你打官司 要用头脑的 要用技巧的 万人啊 对你不理的时候 你从对方 要求法官 从对方 自己拿出来说 你叫他当证人 法官不能拒绝你 证人 你还要把法官说 你要叫他拒绝 就要签一张团 他拒绝说 他所讲的都是实话 你看那张团 那个拒绝是很恐怖 那个拒绝下去 是如果你说谎 会给你罚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很重的 你现在问他 他不可以说不对 如果说不对 他就死了 所以台北人 这种的官司 你叫他要拒绝的时候 他肯定他跟你说 我们和解 他跟你服务 我这种 感到很多人 百事 都是成功的 因为 中华民国法律就是 起到法院 讲谎话的比赛 什么人比赛 什么人讲得比较像 都贏了 所以如果去到那里死了 所以你说中华民国 这种很主持的监狱里面 那些人 冤狱 我说很多很多 很多 很多冤狱 最明显的 军风王国庆 那些 全面都没有共甘 撞到那些政策 很可能 那些人 在那个情况之下 他不得不承认 他没有好的律师 那些人来找我 他绝对不会有问题 很可惜 所以说 这种法律要懂 因为尤其我们现在 憲主席 今天是台湾 在中华民国体制之下 我们的选举 这个司法 非常的不公正 所以 憲主席和憲主席 台湾的社会 到处都是说谎话 以谎话为生 以谎话为主 日本时代 他叫四五年八月十五 日本投行的时候 一直到这个十月 找这个中间 没有日本政府啊 没有警察啊 但是台湾的治安啊 犯罪率是零 没有人犯罪 所以口径说 台湾人要管理 台湾人 百分之一百没有问题 所以你 本身自己对 我们自己台湾人 要有信心啊 我们绝对有辦法 关我们自己 我们不用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 来台湾的时候 在一九四五年 十月份来台湾 台湾的治安 开始变败 他现在要 他将台湾人 动作什么 日本人 其实没有错呢 台湾人那时候 要跟日本人 没有错啊 我们在座各位 是 价价价价价价的 本土台湾人 你不能只说 我是台湾人 你如果说 我是台湾人啊 各位 那是 people of 台湾人 就是people on 台湾 古金山和平 他说 他说 people of 台湾 反业 汉文说 我是台湾人 啊 如果 台湾关系 那 people on 台湾 也是反业 做 台湾人 这两种的台湾人 是截然不同 前一种 对我们在座各位 和我 另外那种 people on 台湾 那就是 马英雄 在中国出事 但是现在 住在台湾 这个土地 他叫做台湾人 其实他是中国人 不是台湾人 我们最近 台湾民政府 通过一个 公民权利法案 我们很快 就要发 这个身份证 各位 我们发那个身份证 不是我们自己发的 不是我们发的 这台湾民政府 是经过美国受伴的 去年7月4号 我们去DC 他跟我们说 你来设办公室 他怎么叫台湾民政府 不叫其他人去设 为什么 他不说 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 这些人 都设办公室吗 未必吧 那怎么叫我们去 因为 我们有法理 我们自己告啊 2006年的10月24号 我们去告美国政府 这说一个插曲 给你听 他说那个时候 刚刚好 欧巴马上任不久了 欧巴马上任的时候 召集他们六个单位的会议 对哪 哪六个单位 就是他有一个 总统办公室 国务院 国防部 CIA 国家安全局 和司法部 开飞旋 他怎么说呢 他说 竟然有一个人 我刚刚当上总统就告我 非常不高兴呢 不是只有一个单位跟我说 两个单位 都跟我说 可见就是真的 他怎么问呢 因为这个radio link 是什么人 我的名字叫radio link 当然他都不知道我什么人 他去叫华盛顿DC的台商 同乡会 那个主管 叫他来白公 他很欢迎 白公召见 去跟他问 这个radio link是什么人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什么人 所以 他整个时刻开始怕你了 好不容易 欧巴马认识我 他认识我 是什么 他叫他 你们再去探厅 他要再告什么 他说 天主席 我们这个台湾民众 要告什么 告完的结论是什么 在2009年4月7号 最高法院有一个结论 第一 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 第二 本土台湾人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 第三 台湾人民目前仍然生活在政治炼狱 第四点 美国的行政单位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要怎么解决 所以美国的国务院 国防部 联合 来跟我们联络 他说 就这样 四百年来 你台湾不要建立国家 台湾人没有建立国家 台湾人没有建立国家 台湾四百年内 什么时候有国家 你如果说中华民国你就台湾人 中华民国是中国人的中华民国 和你什么关系 中华民国是中国人的政府 因为他内战失败 去让他打到流亡在台湾 蔡英文有说 其实我们几个年已经有说 一直跟蔡英文讲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大家又对了 以前我们在说的时候 大家都有点点 大家都有 现在终于知道了 蔡英文他不再说这句话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后边那句话是什么 不可以就地合法 什么叫就地合法 就是跟西藏同样 西藏的流亡政府 现在在印度 他可以就地合法 从印度变成西藏 当然不可以 如果要这样 印度就避免这样 所以印度 确实是做西藏 做流亡政府的土地 有他扣税金 你台湾人 你不要把流亡的中华民国 缺水金啊 我们做他可以吗 我们有什么地方做他 你会记得吗 你怎么知道 你如果知道你押酒 对这个土地 我们做到中华民国 很明显 对一个 对一个 你想想 你如果想我送你一份带 有没有 押酒来 来 你讲 什么 中华民国 他的土地对一个 对一个 给我们台湾 不是 哪一个 哪一个 蛤 蛤 我要送你一份带 一份一千块 你没怎么回答 我跟你说 流亡政府的 那个眷村 所有的眷村 你说眷村是很好听的 其实不是叫做眷村 那叫做难民营 是国际法 那叫做难民营 难民营 他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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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拐 拐 不拐 台湾人 六岁金一股月 就还要给他 退休金 一万四千 多多多多 幾百块 他说他保护台湾 看到鬼了 你台湾哪来 让他保护过 是美国派地基建论 没错 中华民国 流亡在台湾 代替美国来占拐台湾 占拐这 有很多地方教徒 你来说他不可以移民 他不可以说 为中国一些人 走来台湾 走来台湾流亡的人 住在难民营 这个难民营的费用 要付给我们才对 要付给我们台湾人才对 现在不是 现在中华民国 利用选计 骗台湾人 把台湾人买票 让他赚到账款 要用账款 再拗钱 一票给你一千块 二千块给你买 现在你送到那些难民 才能带他起床 要通过 他投票通过 要说的是你台湾人 都通过 中国人用这套 你求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都搞不清楚 甚至我们台湾人都参与他的选举 这是国家的 他现在跟你说 台湾已经民主化了 不是民主化了 中国化了 他将你台湾人被占领的人 变成占领者去拿他投票 让他取得政权 实质上的政权 叫你来到税金 让他开 让他允计 那你没错 所以我们台湾看 我有多少价值观都错误 第一 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是台湾人 说到这点 我想到很想到 四年前 我在赴美国的时候 我发动一个 大家来签署 我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叫大家联署 送给美国 你知道我联署半年了 这几人加签你知道吗 八万人 绝大多数 哦 都不敢签 你这个好像对 又好像错误 今天高普政府说你是什么人 好像对哦 可是又好像错误 我小时候就讨论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你讨论就对吧 你都没有讨论这个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你如果有讨论就去看看 都没有啊 你有讨论 啊奇怪 这些辣子的有讨论 少年都没有讨论 我没有跟你讨论说我是 有讨论标语说 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有这句吗 有吗 有嘛 你就是中国人 叫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叫你做一个龟孙的台湾人 啊 那就是中国人啊 我说得这么清楚 我又说一个 我让你 我们 没有国籍对不对 美国 反正拍过来嘛 台湾人没有国籍嘛 人权公约里面 15条之一到15条之二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国籍 这他整条 所有的之二就说 所有的国家都不能随便取消 任何一个人的国籍 我们的国籍是会让什么人取消去 让什么人 我们本来什么国籍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日本啊 说这么久了 我说到岁南跟岁南要搭起来 你还搞不清楚 这个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的土地 我刚才没说嘛 马冠钓要让日本天龙 日本天龙有台湾的所有款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日本的国籍 就很清楚了 台湾都是日本人 我没有你问你的老伴还是你的阿公 问你阿公 你是阿公台湾的人 日本人 台湾的人 日本人啊对不对 我又问你 来喔 这个很趣味 美国人的老婆 跟美国人的老母 生的孩子是什么人 什么人 这很简单 日本人的老婆 跟日本人的老母 生的孩子是什么人 日本人嘛 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阿公阿嬤是日本人 生到我们老婆到我们 那上面变成中华民国的人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啊 就是中国人啊 那我说日本人跟日本人 老婆到老母 變成中国人 这很明显错误嘛 所以 台湾民政府跟日本搞 日本现在派政府派人来跟我们协调 不要搞啦 因为我们要搞要搞什么 日本天皇阿 我又问你 这很趣味的事情 这是法律 但是很趣味的喔 这个什么叫做国家 国家的形成就是说 有一大群人 有同样的意识 同样的生活习惯等等 这样组成这个国家 所以这个国家 然后 自然有一个 形成一个管理政策 这要形成管理权的时候 在万国公法里面有规定 这个国家对所有的老百姓 应该是先有什么 先有义务 要给你保护嘛 要给你保护嘛 对不对 人民 对这个国家要效忠 因为效忠 所以给你国籍 所以这个国家是这样演变出来 但是 这个是不一样喔 这个土地 是先有这一块土地的 占领权先有这一块土地的权力 叫义务 国家是先有义务 而且这个义务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义务 万国公法说的 所以 在这个时候来的 我们台湾人本来效忠的对象是什么人 我们的阿公 不要说我们 不然你就听不懂 我们的阿公阿嬤 效忠的对象是什么人 日本天皇 对不对 因为日本政 日本天皇 什么国籍 日本天皇 什么国籍 什么国籍 不对 没有国籍 因为日本天皇 不用向谁效忠啊 你都不知道 你今天 好像贴这点 你都说你的同学 面倒人 臭皮 日本天皇 是哪一个国籍 没人带不出来 我没跟你骗 没有国籍 所以英国女皇 什么国籍 没有国籍 因为他的效忠对象是零 这是万国公法来说的 美国 看我说 台湾人 无国籍 他们都变成天皇 我跟日本来开玩笑 我说 你今天看到我们台湾人 你会怕你 我为什么要整理 我说我跟你们天皇 同样的地方 怎么说 你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 怎么回事 我说你天皇没有国籍 我台湾人的国籍是什么 没有国籍 怎么会没有国籍 你不是中华民国的国籍 我一下他回来 你脱下 我当时变成中华民国国籍 我原来是日本的国籍啊 你日本天皇 日本政府的电话 你在1952年2月 用旧金安和平条约 中华 台湾人所有的国籍都会出销啊 古金山和平条约 没有规定 我们的国籍要取消呢 一切依法办啊 啊 如果台湾人这个国籍没有取消的话 我们都要去日本国籍 那你现在要取消 就改造那当时的理由 1946年1月12号 把我们集体规划为 中华民国国籍 那当时他有解释了 那当时英国和美国 控以三次 在3月8月9月控以三次 等一下和平条约还没有写 因为和平条约还没有写 1951年9月8日才写 1952年4月28日生效 啊你1946年就改过 啊所以1946年的时候 日本 的电话还没从台湾人的国籍出销啊 那当时双重国籍啊 很有趣哦 在那时 那些不得 都不可以的呢 那当时中华民国 它是用管理为了以后的管理方便 你看到你以后管理什么 以后占领 啊如果这样很简单 我跟你说 伊拉克给美国占领 伊拉克去美国一个 宣布说所有的伊拉克人 全部变成美国籍 哦伊拉克欢迎是 那准让美国占领 美国最后跟我们说 我们全部变成美国籍 大家拍拍 今天都变成台湾民政府 我们去就是去说 我都不让你中国管 你就很浪漫耶 很弱武嘛 啊人是15亿耶 光是共産党的东莞可以享受耶 啊人普通人都做武做美耶 那实在 我在中国办法好好 我很清楚 有钱的 那共産党的东莞 站在所有老百姓的头上 这句话是没有假的耶 在这个时候 当然要来准处嘛 那用法律来准处 跟美国说 所以我们现在 美国还要够两件 够什么 我跟美国说 你当年你在琉球啊 琉球啊 在琉球的时候 美国 是琉球 就这个和平条约的第三条 交给联合国托管 联合国交给美国来托管琉球 那国的情形和现在中华民族 占领台湾的情况 有一点点类似 但是不完全相同 那当年琉球的人 他如果要出国 请问他拿什么护照 他拿什么护照 琉球的人 美国 那里做 那里托管 要拿什么护照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去研究 我研究出来了 那当年琉球 护照就是 USMG USMG 什么意思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 法的护照 给琉球的人 所以琉球的人 要去日本 要签证 这是我们台湾的啦 琉球的人 要去日本要签证 所以台湾 要出国 拿什么护照 中华民国 我就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我当然 没有办法出国嘛 所以美国 邀请我去美国护照 我没有护照啊 他在照 你可以申请 我是台湾人 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我当然不愿意啊 所以在政治的考量上面 我不愿意申请 所以我从2002年 从金门偷渡回到台湾 到今天 挑十年了 我没有出过国 所以最近啊 美国头上疼 我说你 像我管理 这个大的监狱里面 美国最近啊 要想办法 要让我们台湾民政府 去跟美国跟他们讨论 我说很简单啊 你要发护照给我啊 你当时 让琉球的人 什么样的护照 你就要今天 让台湾什么样的护照 所以我能够拿到 美国的护照的时候 我如果拿得到 在座大家都拿得到 那时 请问你要拿 美国的护照 还是要拿他们中华民国的护照 请你护照 要拿美国的护照 请你护照 要拿美国的护照 请你护照 都没有了 你不要拿 我给你记起来 我这说很当真 我不是说开玩笑的 今天上这关口 这是都 建制 都现场转播 美国政府已经 让我们搞到没法 他说OK 让你去发 身份证 他说你发身份证 你要有法员啊 法律的来源啊 我法律的来源我要怎么办 所以去年7月4号 他说 你来美国成立 台湾民政府 找一个办公室给你 办公室给你 办公室给你 最近一个月几十万 我负担不去 你觉得 你觉得 没办法 台湾民政府 我觉得 我相信绝对没有了 在华盛顿 办一个酒会 DC 华盛顿DC的四季饭店 酒会啊 这个酒会很盛大 可是我没有付钱 我没回去了 所以美国政府 有派人 拿两张相 拿来给我 这两张是什么 在那 在左边你看看 一张是欧巴马在宣誓 左边那个相 是什么 你看有没有 那就是日本的香港 拿日本香港的相片 拿一个欧巴马 宣誓的相片 给我 这代表什么 台湾地位 所以台湾的地位是什么 日蜀美战 清楚啊 像日本 但是今天要跟美国占了 但是你知道 我们这些少年在网上 有很多人说 我们是美蜀 我从来在文章里面 没有讲过 我们这个团队 叫做美蜀 我跟他说 我们是美战 美国军事政府 占领下 所以他在挑故意 用错误的名词 你用我们这个团队 抹黑了 甚至有人说 林志生在鼓吹 台湾是美国的五十一州 各位你听得清楚啊 台湾绝对不可能 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州 为什么 没有那个法律来源 美国的宪法 没有这一条规定 国际法也没有这条规定 如果国际法有这条规定 伊拉克先变成美国的一州 波多黎克变成美国的一州 波多黎克已经百多年了 波多黎克是哪里来的 1898年美西战争 1899年巴黎条约 西班牙 从波多黎克 管道福利兵到古巴 帮给美国 这些国家已经百多年了 已经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州 结果呢 没有嘛 不可能嘛 所以有的人 如果你说 我在主张五十一州 各位 你要替我平反 我只有讲 是美国 还在占领台湾 明天啊 各位 我跟你说 你们台湾国 都是最幸福的一群 因为明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上午十一点呢 要升美国旗 这是美国的军事政府要求的 要我们在这个地方 升旗 美国国旗 还有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旗 这哦 百年哦 碰不上了 但是你名字都可以参加这个 这个升旗典礼 这个升旗典礼 我相信明天有两三百个人会来 为了 这个升旗典礼啊 你看看这 最多面那支 那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那支是叫做 美国台湾占领旗呢 右边这支是台湾民政府旗呢 台湾不是国家 我再说一次 不是国家 还在占领中 当然 台湾要 自觉可以吗 no 自觉这个是什么 在联合国宪章里面 76条 米 77条 所以台湾因为还在占领中 不可能自觉 这个自觉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 台湾现主席 有几种人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你敢知道 最少 两大 不一样的人 一种叫做 难民就是中国人 另外一种叫做 奔土台湾人 people of 台湾 所以有两种人 在台湾这个土地 所以要公投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嘛 这个公投到底是哪一种人的公投 所以美国说不可以公投 原因在这里 你两种人嘛 台湾 其实分成两种 一种是 尖命价 一种是 比尖命价 最近有一个牧羊 牧羊群 理论 你知道牧羊群吗 牧羊群吗 那个羊群啊 掛出来的时候 牧羊人啊 带了两三条的 狗啊 你替它管理 牧羊群啊 你替它搞不好 是以免啊 一种牧羊 那些 那些羊群 来打扮成为 拳的样子 用牧羊群 来在管那些羊群 走在台湾的经营 同样 这些台湾人去做 中华民国政府的官员 在努力台湾人 那些人就是牧羊群 那些人 那些人像连政啦 五百雄啦 我能够电车出来啦 去中国去朝拜啦 我给各位说 台湾永远都不会变成中国 不会被中国所统一 我给你保证 因为我们今天台湾人 站出来说话 你说啊你那些人有把握 我说我当然有把握 美国其实 尽重这个集会以后 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但是台湾人都不知道 可比说啦 两三个礼拜之前 CIA的头头 局长又来那些 那些人来台湾訪問 他来台湾的疫情去中国訪問 我给你讲的这个消息 我给你讲你是保证 你看不见 他来訪問的时候 住在凯悦 他的房间的外面 都固定站三个四个 美国人作为兵 中华民国的国安局 派人要保护 他拒绝 马英九要求跟他见面 他说No 他 他 跟司徒文说 司徒文就是AIT的处长 他说你去跟马英九说 从今天开始 中国的高级官员 不可以到台湾来 这个司徒文 马上去跟马英九说 马英九第二天 川水发表说 我们从今天开始 中国的高官 不可以再到台湾来访问 有吗 有吗 有这个事情有吗 但是部队都跟他说 哦 为了选举考量 看得贵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我很清楚 我敢在这个地方这样说 现在全美国都在看我这个演讲 我敢这样子讲 我就负全部的责任 我跟你说 一个事情给你听 这个官员 不要跟马英九去记民 当然也不要跟串英文记民 他巡视说 有台湾的美军的基地 最后一天 他去躲在阳明山 他的训练中心 游泳池 他一天里面 完全在躺的是 我们的新台湾论 那一本集 他说 林志生下的这个 台湾的论述 确确实实帮了他们 美国很多的忙 他现在有一个台湾小组 他要坐车的时候 他没有中华民国牌的车 他自己有车 中华民国国安局的人 在旁边要抵他开门 旁边四个堡堆 他把他抖掉 很怕喔 我亲眼看到了 不怕 不怕 他把他抖 他抖 他抖去旁边 不要 不需要这样 not it 这样 奇怪 一个美国的官员 市场的官员 有这么大的困难 中华民国都不敢怯害 你知道 台湾 现在是中华民国的部队 军队 所谓的国军 所有的logo 全部取消 你知道这事情吗 9年的7月1号 到今年的6月30号 美国下令全都取消 为什么要取消 为什么 因为民政府把他抖 我们告了美国政府 我给他抖 你国务院 他自己公布三个条件的恐怖组织 territory 什么叫做恐怖组织 什么叫做恐怖组织 美国国务院的定义就是 一 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 是不是国家 当然不是啊 我跟美国说几次啊 只有台湾 这家里不知道而已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吗 第二 这个国家有武器 中华民国也没有武器 有啊 什么人给他 美国啊 所以我跟美国说啊 你如果好歹你还没有武器 中华民国看看 所以我跟你说啊 F16 绝对不会卖 绝对不会卖 已经两年了 我说话 这不我说这句话 两年前我就说了 不可以卖给中华民国 你让他武器在做什么 恐怖组织啊 第三点 不可以争兵啊 塔利班啊 阿富汗塔利班啊 他在那个所在争兵 你中华民国在台湾给我们争兵 那是不对的呢 你线念 你如果说线念 你也不可以争兵 你不可以叫我去做兵呢 我去做兵 我是要保护谁 我要保护谁 我台湾人 我保护中华民国 我不愿意啊 所以 这三个条件里面 已经证明 中华民国是恐怖组织 你美国要采取行动啊 他有没有采取行动 有啊 下令 所以你看 你看 你现在在鸡楼你走 如果穿兵子 那上面 那个 那个高腰 已经拿掉了 这样 不然就带一个 黑黑 好像真的高腰 你问他怎么说 中华民国每天怎么说 低四度 靠要哪有低四度 全世界我妈妈听过这个名词 说低四度 那些 建车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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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我给你说 那个 那些 我给你说 政府一次台湾的时候 我们台湾民政府一定会平起平坐 那你发行身份证的时候 他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那个身份证上台你发行的时候 他跟我说 你们只要拿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人 要去美国AIT 你们的签证可以不用interview 我这个算不上 中华民国就在拼 我们这个接法不是只有你们听 中华民说派专人在那里听 我如果说什么 我可以做台湾去做 他就跟美国说 民政府可以不用签证 我们也希望能不能不用签证 最近他在布札先生说 我们努力啊 我们年底啊 可以啊 一样可以免签证 我跟你说不可能不可能 不用烦恼 是怎样 因为这三个月里面 中华民国家的付责 在美国有五百件 那五百件都是中国人 没做的啦 真的中国人没做的吗 我怀疑是妈妈去做给他们 是这种的情形 不要签证 我一定要签证 那中国人绝对要签证 还有很多事情 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 还有很多的事情 你想说我们这个民政府在这里受训 哎 我也不愿意呢 我们的国务总理也不愿意 我们的副主席在那里也不愿意呢 我们背着大家呢 你们在这里受苦我也在受苦 但是你们一定要来这里受苦 怎样说 美国规定的 这是进入台湾民政府的最低的门槛 有很多人都爱台湾 我请问谁不爱台湾 胡锦涛也很爱台湾 联赞也爱台湾 你敢不敢对着一个 跟你说我不爱台湾 有没有 没有啊 你也画我爱台湾 那现在看起来欧巴马也有爱台湾 爱台湾就不知道要怎么分啊 照法例来 19 45年8月15号 日本导航那一天 10点 躲在台湾这个土地人 跟他的后代 是叫做台湾人 叫做本土台湾人 对不对 正确 所以 你若是1945年8月15号 躲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的人 跟他的后代 你都可以来宣请 台湾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但是呢 美国说哦 稍等的哦 你要有法源啊 要有法律的来源啊 所以这个法律的来源 我们把我们设计的办公室 在法政人第一 跟今天为止 法政人第一期的办公室 还是存在的 一公里开几个月 那次没有的位置来 我搞不清楚 我在这个电梯 我在这个节目 来我 不是说节目 我每次都在电视上 我当时在电视上 我说在这个节目 我在这个讲堂上 说几个星期 我也不知道那些位置 但是这个办公室又在了 那里面有秘书呢 你如果有时间要去 你跟我说 我给你租资 你说我叫你去 一定给你去 那个办公室也很漂亮 有咖啡可以喝 好 这个办公室已经有了 美国又天然办一个 宣布 办一个集会 180个人来参加 100个美国人 包括四大美国政界的家族 台湾人80个人参加 同样你各位 那个10个分 10个齿兆 刚才中华民国的门单 在那也办集会 780个人参加 所以美国说 有 怎么这么厉害 你们台湾民族 这么厉害 有180个 各位 事情是越来越明 但是问题是 台湾人你知不知道啦 美国人常在跟我问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你们接政策 我请问你 台独说几次了 哦 台湾要独立 美国就在问说 你要怎么独立 你跟我说 就都担了 你要怎么独立 你台湾都要独立 你要怎么独立 啊你的独立 今天日是什么时候 都说不出来 不然台湾民政府说 我要自治 我要建国 啊你自治今天日是当时 7月4号 在美国 华阵队地区有办公室嘛 所以台湾民政府成立的日子7月4号 这7月4号 这是我们的国庆嘛 今天度过一岁的国庆 国庆日啊 没有错啊 所以我们有国庆日啊 美国 继续办 他说 这样 你要组织内阁 所以 11月6号 我们在 福华饭店 组织了 台湾民政府的内阁 我们有 我们有选出 主席 不是那样子算的 主席是 2008年2月2号 啊你如果来到刚才好呢 7月20号 我们的主席改选 由 曾根献召 先生啊 当选 曾根献召 现在好像一本人哦 曾根献召 四字嘛 他是台湾人啦 他小子 但现在是日本人做医生 他推动 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运动 推动了好几年 所以呢 这边大家把他参与做 主席 啊原来的主席 当然就要 退休嘛 希望我们台湾人 不一定说要做官 这点 在座国家 将来都是民政会的官员 你不要说 你如果做官 不要说我 我会做一世人的 不要有那种观念 我会以身作者 你们听清楚 我会以身作者 他跟我们说 叫我们成立 民政府的内阁 我们就 中立 就是那样算出来 这个 大家有说啦 你现在现主席 台湾民政府 这些官员 我们都没有 我们不用选举 那怎么不民主 各位 不是 那现主席要说什么 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台湾地区呢 这叫做什么 你别打过嘛 在中华民国的教师 来打过嘛 这种叫什么 军政 军政的时候 这一年的时候 谁讲 谁讲话算话 占领者嘛 占领者讲话算话 占领者有充分的给我们一些思考 所以我们本来 某一个派媒 派驻美的代表 那那个驻美的代表 后来不是认 美国政府统帝 我们换 我们就换掉 要不要去选 不要嘛 所以 像现在同样 刚刚7月20号改选 要不要投票 要 但是投票以后 美国军事政府 要给它报备 那就准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可以说 后来我们国民 如果进入我们的民政府 来当行政人员的时候 至少 我们是预计有9年不用选举 台湾人叫这个中华民国国民党 这个训练 很喜欢选举 因为选举才有选举 选一票 那如果政察说 现在选举我为了选举 这个总统有2千万 2千块到5千块 现在选举国民党 给你什么 先给你资 你要钱吗 我要啊 如果说我也要 要多少 我一票要给你买多少 有的 比较多给你2千 比较多给你2千 比较多给你5千 但是 现在没有投票啊 没关系 我才有放官员在这里 你要资举 选举前的2天 你要取身份前来我资举 你如果同意我就先给你资 所有的政策人都同意 管理什么 蓝绿 所以我给各位说 这边的选举 教雄 马英九条 百分之百 他又举 他的举 会贏几票 100万票 最少 马英九条 会不会轻重 会轻重 但是 不是 美国把他扣掉 你像这边 CIA的头 他政党 你跟马英九说 叫他宣布 不可以让中国人 再来訪問 尤其这些高官 省长以上 都不可以再来 马英九就乖乖去说 这连前 这个土耳民说 马英九 意思说马英九 没办法控 他没办法控制就行了 他都不知道 什么呢 台湾这个土耳朵 后面的大陶杰是美国 他到今天 还搞不清楚 不要说他搞不清楚 那台湾人也搞不清楚 啊台湾人说 哎 啊台湾都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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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告我们自己就好了 有一点口味 你听清楚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对不对 这个政治问题 很多 这句口号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所谓台湾人的 的事情 自己做就好了 各位 这是政治口 我又说 这些同样的话 给你听 国宾饭店 就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 对不对 对不对 国宾饭店 是住在国宾饭店里面的人的 对不对 绝对不对嘛 绝对不对啦 那这样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 也是不对啊 是怎样 你们就拿收油款突然罚款 啊这个收油款我刚才跟你告过了 宣传送的 日本天皇啊 日本天皇啊 日本天皇的 那有清楚吗 非常清楚 问题是前主席的政治人物 都用一些 好好跟你骗 跟你麻醉 用一些莫名其妙的爱国心 散动 你的爱心出来 你就推推那张票就回他 我又说给你听 中国国民党 就是中国的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吧 民进党是谁的 是台湾的吗 对 中华民国没有错 啊你要说中华民国你有正義啊 他给你唱在里 他的党章 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说什么 我们叫做 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想想 台湾如果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请问你民进党 台湾那些人在拼什么 你还拼什么嘛 已经主权独立了嘛 你在拼什么 啊你拼那些都给你骗的啊 你不用拼了嘛 已经主权独立了 可以加入联合国 可以加入所有的世界组织啊 这样没不对吧 我总的没有错吧 所以枯权 过去台湾人 65年的里面 一直生活在 一片方言的里面 你过一句 所以美国跟你说 台湾人 生活在政治炼狱 他这个政治炼狱 包括教育 把你放掉的 你拼不出去 所以 你今天来在这里收分 你们会很幸运 幸运啦 台湾民政府今天说的这些口 让你的头发开 让你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自己收口 我一开始我跟你说 我所说的 我不用说你跟他认同 我只要求你要去想想看 我讲的对不对 那我如果讲的不对 你要提出你的反证 你如果拿出这个国际公法 对一条对一条 我都 我就扶你 那如果没有 既然如果我讲的是对 你就要重新思考 你后面怎么走 波罗地海三小国 苏联接命 办了选举 波罗地海没多呢 几百万人而已 大家都拒绝投票 拒绝参选 结果投票率不到三层 国际说 那个没效 路边他们自己人民 民政府自己办的 选举 他们去逃票 这样有八成 这样国际上承认 合苏联就给他承认 这个问题是 我们台湾人到底 到最后一天才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一点什么时候才能够达成 其实也不难 现在才有七成五的投票率嘛 如果要两成来 赞成我们 让他们五成与下 叫美国出来 出来说 那真的帅说 你也出来说啊 我不要让中华民国赞你啊 因为今天你去投票 美国政府说 你赞成中华民国 你给你管 这边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就死了啦 我给各位说 维持现状一个旧 他后 台湾人都不想说 自己是什么人 他现在就是 中华民国那些人就是 一直不让你知道 自己鼓励 哦 为中国 10个小孩来 让你去结婚 甚至 台湾这些人去 去中国 去结婚 我刚好跟你说 日本人跟日本人生的孩子是日本人 美国人跟美国人生的孩子去美国人 中国人跟中国人生的孩子是中国人 请问 中国人跟台湾人生的孩子是什么人 中国人跟台湾人生的孩子是什么人 什么人 什么人 中国人 因为台湾人没有国籍嘛 中国人有国籍嘛 啊所以 有国籍跟无国籍生的小孩子就是我有国籍 你有怕到吗 是啦 我家什么人 像中国人呢 我家什么人 他妈像中国人呢 孩子都是中国人 公民权力法案都有 要怎样 还好 你老婆老婆 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跟你生的孩子是 也可以有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现主持继续是 好像是三年六年 请请你才能变成 奔土台湾人 不是说你大久 我认同台湾 所以我就是台湾人 看你几个认同的 我认同美国 我变成美国人吗 我去美国 我现在背费去美国 我跟美国 我认同美国 我就是美国人吗 抓对不可能 他会规定啊 你住几年 几年以后 还有美国的历史 你可以移民 先给你绿卡 绿卡两年半加一天 停留在美国 你才能变成美国人 多不容易 那就是怕你的现主是 美国 照英国 这个法治办的工作 今天我们台湾 同样要照美国 那套 規定来办 因为台湾 到今天有日子 要跟美国 军事政府 这么多 没有改变 所以如果有人说 我们是美俗 像老鼠 我在美俗 我们怎么是美俗呢 不是美国的五十一周呢 我只说是 今天台湾是 这个土地是 美国还在 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台湾 因为马关条约 跟旧金安和平条约的规定 台湾这一块土地的所有权 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现在在手上 因为 就这些和平条约 将日本天皇 他要决定的台湾 都把他出销了 刚才好 台湾现在悬空 掉到半空中 这半空中 怎么 一条路而已 他记得 一条路而已 要主题 不是自觉哦 自制 自己关自己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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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和我们的宗族国 我们的宗族国 我们的宗族国 什么 什么所在你知道吗 日本 不是中国 虽然我们的祖先 有一部分人的祖先 从中国来 那不代表说 我们是宗族国的 他帮好人的 像这些小孩 可以帮好人去 是日本 comment wars 如果要成立 只会是台湾 和日本 就这么简单 这样啦 因为我刚才没休息嘛 所以我今天这一刻 我跟这个地方 要继续 明天我有七十分钟 明天呢 十一点 有一个 升旗典礼 这个升旗典礼 是美国政府正式要求我们 要在这个中央会馆 办升旗活动 要升美国的国旗 军事占领旗 这个鸡子升起来 代表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代表什么意义 后面你就会知道 而且你如果这边的收分 到第三天的时候 美国政府要求我们 代表美国政府 送给你一面 大的美国国旗 我会经过三天 第三天 你们到第三天 还存亡的话 还存在的话 就可以拿到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 来 我们来下注 到这里 谢谢 起立 李正 敬礼